昨日,网红孙一宁在爆料王思聪后首次直播,吸引了累计超千万人在线观看,据统计,昨晚孙一宁靠直播收入百万,直播时孙一宁也改变了以往的直播风格,他穿着简单,只是和网友们聊着天,网友们也挨纳不住八卦的心,一直和孙一宁讨论他和王思聪的骂债,不过孙一宁还是保持着自己的个性,对于不客气的留言他会毫无保留的反击,他还坦言称自己没有团队,事情闹到今天全是因为他是个疯子。 孙一宁昨晚直播没开几分钟便抽上了直播榜的第一,直播间豪华礼物不断,没几分钟就有人送出价值三千元的嘉年华和价值一千元的火箭,满满的礼物把孙一宁的脸都挡得严严实实,光是直播间的榜一就送了价值超七万人民币的礼物,出手很是豪气,在吃瓜人群中还看到了明星陈浩明的身影,他在观看直播时还送出了一些礼物,孙一宁在直播时也遇上了不少负面评论,不过他表现得十分淡定,无论网友们说什么他都从容应对, 甚至看上去心情不错,与之前直播痛哭的形象判若两人,与王思聪的骂战也算是让孙一宁实打实的火了一把,在沉迷吃瓜的同时也提醒网友擦亮眼睛,不要被表象迷惑